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爷 哎有电话 今天我们来玩了这款游戏呢 是鸡蛋的午夜后宫 你看这里有个鸡蛋 玩过午夜后宫都知道 我们要不停的监视这些房间 防指王巨熊过来袭击我们 你看那个鸡蛋不见了 他不知道 哦他在2B的房间 所以说我们要把大招邦给拉下去啊 适当的如果他在我们门口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们要开灯看一下他啊 他就会知道我们知道他来过 然后他就会 哎他跑掉了 回到这个房间 这4号房间是连接2B的 1号房间是连接2A的 5号房间 嗯这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6号房间有一个动物正在看海豹 3号房间是看不到的 我们现在要撑到 嗯那鸡蛋呢 鸡蛋呢 哦哦哦关起来 不关起来的话我就死定了 这6号啊哦6号 是一只水缆他正在拉 大便 鸡蛋呢哦鸡蛋他们回去了 哦这个 这大招门他们没来的话 我们适当的开起来啊 我们得在谨慎的电压里面撑到6.1 啊靠整个人都变了 刚刚还挺和谐的 鸡蛋鸡蛋鸡蛋 好吧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鸡蛋应该会偏向于走左边来笑门 然后 当我没说 那个方块哦他回去了 回去1号房间 你看这里有个麦当劳 书书哦 反正这游戏就类似于 玩具熊的 我还有后宫 123木头人的形式 我的不在 我最怕的是这个 树了 他从这边过来 我怕他突袭 以我现在是1点 我们要撑到6点 yes 哦这个方块人好平凡 想过来搞我 我的门开着的话 他就会更加的兴奋过来的吧 回去了 回去的话就开起来 哦不见了 应该在门口 不在 回去了 倒是这个树了 yes 又想过来下午 我要是不关门的话 他就把我抓到了 鸡蛋 我觉得我这电量撑不到6点啊 我得注意一下这个树了 诶 4号房间看不了 哦 3号是一个 嗯 这是八爪鱼吧 谁 关门 不对 哇 操 我就觉得 哎 我被做成的 鸡蛋 刚刚在三连左右 这个树狼会过来袭击我 因为你看他是连动这边的 所以他会从 2B这个门进来 他现在离我的摄像头 还有段距离 我的摄像头 假设在这边的话 他可能才 才到这里 等他靠近的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关门 这样电端应该会省很多 然后其他房间没什么东西的情况下 一开始就不要反复的去查看 除非你来电量很多 但是这个5号房间 好像没什么东西 这里有很多眼睛啊 密密麻麻的 那方块人 在门口 嗯 这个树狼不看海报 你看 他现在已经看得很闷了 看海报看多了 他现在只想等着过来袭击我 这鸡蛋好像 现在无事不会过来搞我的样子 哈哈 被我发现了吗 在门口 你看他这样子还挺好的 到我门口之后 一脸猥琐的样子 看着我 鸡蛋不在 你看这鸡蛋也是 赶紧关门 这鸡蛋前一秒还在门口 下一秒就回到4号房间了 我现在这个电量比第一次好太多了 你看 都没过半 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个树狼已经 差不多要过来袭击我了 小心一下啊 他会跑过来 来啊 你倒是过来吓我 找一下鸡蛋 鸡蛋不在啊 鸡蛋在这边啊 可以 3点了 我就直接盯着这个树狼 他 刚刚好像是3点左右过来 你看 画面开始 有跳动 啊 他不在了 你看 哦哦哦哦 我关门了 啊 他专门了 回去了 我刚刚直接打开的话 他就要过来袭击我了 啊 4号房间 开始看不到了 在门口 没有 嗯 现在3点 还有 还有3个小时 到后面越来越蓝了 这鸡蛋应该不会从右边过来洗击我才对啊 现在4点了 我得撑到6点 诶 你看 我们原来这个房间 有个小丑 啊这个小丑 干嘛呢 吃呀猎嘴的 鸡蛋在 还好 找不到那个方块人 哇 刚刚被吓了一跳 从今开始吧 刚刚那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一个八爪鱼一样的怪物 应该是3号房间里面出来的 我就奇怪 你都到门口了 怎么不直接过来 袭击我呢 到4点左右 这里会出现一个小丑 可能是5号房间过来的 我怎么烦他呢 哎 我的摄像头直接盯着会怎样呢 他会直接消失吗 这鸡蛋不会从右边过来啦 他只是过来 抓模作样的 他们的路线也是固定的 方块人会在右边 鸡蛋只会在左边 诶 4号看不到了 可恶 门口 鸡蛋不见哦 我得烦这个鸡蛋 希望我的电量能撑到6点啊 让我撑到6点 那个八爪鱼 怪物刚刚下了我一大条 哦 鸡蛋 不行 他还没靠近 我得省一下 拜托让我撑下去 哦哦哦哦 哦哦 哦 什么 又想过来搞我真的是 6不知道你又要过来撞我吗 3点固定时间就过来搞 啊鸡蛋没有找到 那我们还得把门关着 没找到鸡蛋 不确定鸡蛋在哪里 鸡蛋可能在2A 小心一下自己房间啊 到5点左右应该会更加 阴森恐怖 啊 哪里来的 我是奇怪 鸡蛋还是比较突然一点 他好像可以从4然后跳到2A房间 现在最主要是那个八爪鱼不知道怎么触发 到后面这边的话我还是放开 放开着门吧 我现在电了很多 在门口 这边的话左边的门还是关着吧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过来 这个小丑什么意思啊 啪啪哎呀啊 等一下 鸡蛋还在 哇哇哇哇哇哇 什么意思啊 你哪里过来的啊 哦哦哦哦 来了 3点了 到4点的时候 我觉得门还是半开不开的那样子好一点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很难过啊 过不了 而且我注意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房间的话 有一只鸡蛋 会过来吓你 八爪鱼都会在左边过来 小心一点 虽然会比较耗电 不过没办法 小丑出来了 怎么没找到鸡蛋 让我过吧 哦还好 尽量的把门关起来 看到没有什么都没看到 所以说要注意自己的房间 这里越来越难了 鸡蛋不见了 不行 现在已经4点了 所以说我要 更加注意的自己的房间里面 哦 我 我就说那个 东西会从左边出来 把这门关掉吧 我还是比较怕左边那个鸡蛋 其他还好 哦 我就不停的开开了这个门了 我不去看车箱头了 或者半开不开的 看一下 小心自己房间里面的 其他还好 哦 你看你看你看 快点哦 让我通过 鸡蛋在哪 哇 现在有4个 4个怪物要过来搞我 啊 5点了哈 这个鸡蛋不要去管他 在这个时间点 我的电源还是够的 所以不停的查看两边的大门就好了 啊这个小丑要出来了 这个小丑应该是要带我出去的吧 快点快点 啊快点 啊 太频繁了 差不多了吧 天呐 这游戏真的有毒啊 怎么 好难通过 啊 哎呀 天呐 啊 啊 终于过了 啊 哎呀 说一下这个游戏吧 这游戏的话 一共有5个生物会的过来抓你 方块人是最简单的 他只会从一条路 然后到2B 过来下你 你只要他知道他入境就行了 你查看他的情况下 他会在门口待一段时间 然后鸡蛋的话 他会从 任意的房间直接跳到你门口 但是你一查看完之后呢 关下门 他基本上就溜走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水缆 他会看报纸 他在2点到3点之间会直接奔过来 从2B的门直接过来 你只要关上大早门就行了 剩下就是章鱼 红色章鱼的话 会从左边的门过来 黄色鸡蛋都会出现在我们产品这里啊 你不要管他就行了 就直接能跳过 前面还好 4点之前啊 到5点之后就不要蓝了啊 4点之后 你如果电量足够啊 你可以半开不开的查看门就行了 监控都还少看一点 不然都会被黄色这个鸡蛋袭击啊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鸡蛋的五夜后宫 就完了这里啊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赞不关注啊 谢谢大家 拜拜